基士德赴KY今日举行股东会 今年重点方向除了参加台湾公共工程外 也将积极拓展中国大陆市场节能产品 无理处置及资源化业务 越南地区则将参与台资企业建厂案等 基士德指出 2023年市场普遍期待中国大陆解封后的商机 以及全球产业供应链复原 渴望进一步贡献大陆及全球经济成长 目前大陆环保产业正在发展 无论是水处理或是资源回收 能源开发及碳平衡都正在积极实施 对公司的营运来说将有正面的注意 在台湾市场方面 基士德近两年积极参与工程标案等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目前手中标案累计金额已超过2亿元 随着工程展开 业绩渴望逐月增加 基士德看好越南地区未来的开发潜力 希望能取代整合现有代理商业务 进行设备销售与技术服务